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当冲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人当冲赚到钱 但我忧虑的是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当冲是all in的方式 而且呢不但出现了违约交割 那么还包括有很多年轻人冲来冲去之后 连命都冲掉了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就要好好探讨一下 那么今天在我们线上连线的来宾呢 是天下杂志的记者卢佩华 佩华好 嗨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因为刚好今天经济日报也在做 当冲开户的人数冲破300万 然后呢我看到你之前有一篇这个文章 是天下独家的数据 那么也就是看到说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都参与这个市场了 所以当时你留意到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年轻人进入故事 其实去年以来 这个现象还蛮清楚蛮明显的 那因为蛮多人都会谈到说年轻股神 那可是因为自己也会跟一些营业员 或是一些在投资圈的人聊 那他们其实都有在提醒一件事情 其实说好像在媒体端看到 都是一些好的情况 但其实赔钱的也有很多 所以在聊的过程当中 才会慢慢去挖掘这个题目 那特别是因为5月12号那天大跌之后 过了两天 5月12号那天大跌之后 过了两天5月12号 5月12号的数字其实是很明显的暴冲 那特别是很多股民都有在参与的航海王 包括像杨明跟长龙 就是他们其实当初 违约交割的数字更大 所以其实那时候是因为还没生胆体 然后立法院还在开议 所以立法立委其实也都很关心 违约交割的议题这样子 所以也制服那个事件 所以开始特别关注 违约交割的这个现象 而且我看到你的报导 我真的吓坏了 就像你讲到日盛跟群艺 其实都有这个刚大学毕业年轻人 然后当冲 然后冲到最后没钱了 然后等到要通知说 你要补钱的时候 发现他跳楼了 因为是在市场参与股市 然后可能走上绝入的情形 其实在PTT或是很多社交媒体上 或甚至有人肌肉转破自己亲友状况 这种东西都很难查证 所以其实我们当初听到这样的讯息 我们也一直想办法去了解 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实际上我们其实也都有去问券商 那券商像群艺的那个例子 群艺就是否认 那我们后来去了解的状况是说 因为其实券商官 他们知道了客户违约交割 或者说客户不止 所谓交割甚至跳楼 但是他跳楼原因不见得 跟违约交割有关 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文章也提到 其实即使客户跳楼 他们都不需要跟金管会去报 这种重大违约事件 所以非常多这种 因为参与股市走上绝入 就会变成像是坊间额域 一直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很具体的数字 具体的数字或具体的案例 因为我看到你的报导当中 当然我鼓励年轻人 那么早一点接触投资 这是好事 当然是好事 就是说我觉得人 当然你除了要靠你的工作去赚钱 我当然也要用你的钱去赚钱 这个我都很赞成 也很支持 然后他们从教训当中 获得一点经验 然后慢慢累积的经验去投资 这个也很赞成 可是我觉得在当冲这个部分当中 其实我们的主管机关也有一些毛病 第一个他把这个交易的成本降得这么低 第二个不断的鼓吹说 很多人其实赚到钱的 就不流仓的 事实上大家都会认为说 他不用成本 事实上他是需要成本的 对 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年轻人都觉得说 我这样子买低卖高 我什么成本都不用出 我就赚钱了 他就只会想到正面 他没有想到负面的 所以这也让很多年轻人 不管用意见领袖或者是all in的钱 或者是少少的钱 他就是要去冲了 这才是造成未来小 就是很多小额就违约的问题 那这个你不 你这边的了解情况是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 当中 因为我们有去问邓交所 邓交所其实 当中是一种交易工具 某种程度上我也同意 它是一种交易工具 可是说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现在的投资人到底是不是理性 或者是有风控的概念 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 用all in的方式 甚至借钱all in的方式 我觉得这确实是需要提醒 然后需要留意的 那你刚刚里面也提到说 我觉得邓哥其实在 有一种状况 因为其实他们 政家所会认为说 当中这种工具 是一种中性的工具 因为它其实确实有个优点 就是在市场 如果是正常的状况之下的话 你确实可以在当天 就是先买后买 可以做当天的 等于是当天直接做了结 就是可能是获利了结 或者是损害了结 可是像5月12号那天的状况 就是市场是多杀多 所有人都急着要出的时候 确实就发生了 其实他也想要认赔杀出 可是没有人真的杀得出 因为根本没有人要接你的买单 所以才会造成 大概加上整个台湾的交易支出 是7加2 他原本如果当天了结的话 他等于两天后只要补差价 可是他当天一没有做了结之后 他两天后是要补 他进程的那个金额 那个进程的金额跟差价 可能是差异很大的 所以才会导致说 为什么可能邓家 原本以为他是一个 中性的交易工具 但实物上 他就有这种无论交易的状况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开始 始料未及的一些情况 我当然同意 就是说当冲是一个工具 他也是一个中性的工具 可是你们想过 刀子 刀子我怎么知道 你知道切菜切水果还是杀人 对不对 你说刀子也是一个好用的 就我们家庭主妇来讲 他也是好用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给一个年轻人 花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他可能伤了自己 也可能伤了别人 所以我倒觉得 你有问交易所或主管机关 他们怎么看待年轻人 这样子的一个疯狂 我讲的是疯狂 因为你们有很多正面的案例 可是也有很多人 他们只是靠 比方说网路上的意见领袖 对不对 对然后叫你去买什么 你就买什么 叫你去冲什么 就冲什么 那难道没有问题吗 然后主管机关 又让他的交易成本这么低 之后还要再延个五年 对那你是鼓励投资 还是鼓励投机呢 是啊 所以现在其实还伴随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正交水要不要延长的议题 其实这个 我觉得有的讨论 因为当初为什么 当初会出现是因为 那时候市场是成交量 对啊 我们这个当初工具 是要碰到成交量来说 这个政策确实是成功的 从事后来看去理事 可是它衍生了其他问题 像我们刚刚讨论的 那既然它成交量 已经成功 成功送到成交量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你不要挂电话 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天下杂志的 记者卢配话来 好好的聊一聊 因为在这一期的天下杂志 他们也报道了 就是当初的违约户 近四成都是39岁以下 那么年轻人 其实产赔的状况蛮多的 跟我们想说 无本的生意 然后不留仓 然后可以赚钱的 其实有另外一个面向 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直接要跟佩华 再来聊一聊 就是有一个关键点 因为你们提到一个点 也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 就是有很多的 看到当初违约的户数 他们的这个 未满10岁的 10岁到19岁的 20到29岁的 还蛮多的 你说10岁 怎么可能会去做股票 所以显然他们是用父母 亲用他们的户头去买 对不对 对啊 因为现在职务上 就是父母是可以帮小孩开户的 然后那个名义也就是说 父母先帮小孩做投资 蛮多 后来才了解 其实这样的状况是蛮多的 可是我们都觉得 比较不公平的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违约交割是有代价的嘛 就是说你后来会被注击 你就是一个信用不良户 那你开银行的可能不只是说 你未来不可以在这个户头交易 你可能以后也没有办法去其他券商开户 甚至你跟其他金融机构 跟银行的往来都会受到影响 那其实对这些 其实未成年人来说 他们的信用就被 留下了不好的记录之后 可是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 这现象是蛮荒谬的 对可是你说父母亲 你要帮子女开户 你就好好的买股票 我们不是鼓励长期的投资吗 对不对 然后现在是冲来冲去的 就你没想到会害到孩子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法律的层面 这也是我没有注意到的 是就是后来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 得到这个数据之后 也发现新的现象 那确实也许金管会 也许未来是可以朝 这部分去想象怎么做改变 不过主持人刚才有问说 我们做这边不好的时候 我们去问金管会 去问证交所 他们想做什么事情 他们有留意到 就是说我们不谈四十年轻人 就是小额违约的状况 是越来越多 就是说以前的违约 可能都是比较大笔 几十万 几千万 对 可是现在可能都是小小的 像我们刚刚里面有提到 就有一笔可能才一万零五十块 就违约就付不出来 其实过去可能很多人 是无法想象 一万块你怎么掉头 可能会掉皮道 但确实就发生了 那金管会确实已经注意到了 然后他们也有在 在跟同仁 甚至跟券商提醒说 因为这种金额小 它对于整个系统 它不容易造成系统风险 因为比例很低 就占整体的比例很低 可是它确实牵涉到 就每个个别投资人 它的财务的状况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要在强调一些 就是一些金融交易这件事情 不过我是觉得其实可能都还可以做得更多 例如刚刚我们也讨论到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 这件事情就是也许有重新思考的空间 因为你交易成本的提高 就是就变成设下来一种门槛 或者是说我们之前也问到像国外在做这种 对于当充交易者其实也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他的账户里面一定要有一定的本金 你不要让当充真的变成就是无本交易 就是好像完全没有限制 任何人都可以去充 就是说你现在可能可以设一些关卡 或者是分级的关卡 然后怎么样其实可以让整个市场的氛围 不要那么投资 你看像我们教小孩 我们都会说小时候比较严格一点 然后慢慢放慢慢放 等到他长大了以后 他其实规矩就建立起来了 马步也就蹲好了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政府就是我刚讲的刀 然后这个机关枪什么都给你了 然后你自己去扫吧 然后那个交易所答案说 没关系啊 其实年轻人他们还是有这个风险的一个意识 而且你想想看 跟那些中高龄退休来比的话 他们还有本钱可以把钱赚回来 这什么逻辑啊 对啊 都已经有人 年轻人当然有时间去把他赢回来 因为他有工作 或者他从教训当中获得一些经验了 这些都是可贵的 可是如果说他们真的就不理性 连命都赔掉了 他有什么时间 他要赢回什么钱 这教育所不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啊 是啊 不过我是觉得说 就是说年轻人之外 我们也许也可以放大一看 就是所谓的投资小白啦 就是说去年以来我们看到很多 我们对投资小白的定义就是股龄 就是参与股社的年值是少的嘛 那其实加入的人不见得真的都是年轻的 也有很多是中高龄 那我觉得不是小白 就是我们是从股龄来看 不是从年纪来看 我觉得股市小白 他确实可能因为投资经验不足 然后可能没有比较好的 例如风控的经验 因为他的经验值还少 他不理解那个风控的经验 就是说 尽管会未来再做一些相关 分级或门槛 也许不是用年龄来分 是用投资经验来分 也许也是一种可能的方式 只是说 我们确实就是看到 当中已经产生了后遗症了 那这些后遗症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 对因为我们当然就说 从当初以来就像你刚讲了 本来那时候成交量很低迷 然后2018年 现在冲冲冲已经冲出量了 股市也冲出荣景了 我们也交出了很好的税收给政府了 看起来一切都是很风光 很漂亮很对的决策 所以主管机关呢 真的就觉得 这是好大一个政绩啊 所以就要再延长五年了 然后都说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在风光的背后 其实我们看到了让我们的隐忧 那个阴影已经存在了 所以你看年轻人涌入当中 已经风险已经出来 这是我们要正视的问题啊 是是是 那时候我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也跟主管有一个讨论 就是 因为你去看这个 就是所谓违约的户数 甚至是当中违约的金额 你去跟整个市场来比 它的比例都很小 例如说光是五月十号那天的 维越交户金额 当中的维越交户金额 但当天整体的维越交户金额 我算下来我记得才两个percent而已 其实很小 那到底我们要不要放大来写这件事情 我就跟我主管在做了一个调查 不过我后来被我主管说服 就是因为维越交户都是异常状况 你本来就不能预期 它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形象 所以它其实是这么 其实是少量的状况 其实都是必须要被重视的 更何况其实就是因为这些 五月十号可能会影响未来 每个人的信用 甚至是生命 所以这件事必须被重视 我也很同意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能 因为它小额 因为它量少 就去支付这件事的重要性 我觉得我非常的认同 因为从一些小事的一些变化 你就会发现到说 你看当时的蝴蝶效应 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从一个很小的事段开始 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 策略的一个管理的话 它会出现更大的一个影响的 这冲击是出来的 因为之前我也看到 我说奇怪 违约交割在我以前那个年代 都几千万才算违约交割 现在是几万块钱 也在违约交割 我也觉得真的很怪 那你们这个出来之后 其实网路上的反应怎么样 年轻人的回馈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去看一些 像我有看PTT的回应 很多人对于未满十岁 也会违约这件事情都还蛮 觉得很荒谬 就是在这份数据以前 大家都没想过 没想过有这样的现象 对 对啊对啊 然后所以有人会觉得说 一万块都付不出来玩什么股票 又有这种反应 所以对 但我觉得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真的就是要提醒投资人 甚至提醒主管机关这样的现象 对必须要有一些因应的办法 对这篇倒是蛮重要的 我也谢谢你来提供我们 这么重要的一个讯息 然后你今天还这个 在家里面跟我们连线 对不对 大家还有采访对不对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我们天下杂志的记者 罗佩华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我们刚刚就是花一些时间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天下杂志 那么罗佩华的一个报道 那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蛮吃惊的 你连一万块都付不起 你付不起 那你怎么去投资 我的意思是说 投资的时候 你永远都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留一些本钱 可以东山再起 所以绝对没有all in这件事情 如果说我们在讲投资 也许很多人 过去其实我谈过这个议题的时候 有很多在脸书上说 艾云分解是一个老派的人 可是有一些做法 你必须要一些老派的 如果你没有存一点点的钱 然后你全部去all in 你就会出现违约交割 而且违约交割之后 你还会出现一些信用的瑕疵了 那你现在 这个护天抢地都没有用了 那政府在看到光鲜亮丽的时候 其实也要注意一下 你觉得这比重都不高 金额都不高 但事情真的很大条了 我真的希望主管机关 真的要正视这个问题 如果再延伸五年的话 我们会持续的再骂下去的 好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在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喜欢阳光鲜亮丽 我喜欢阳光鲜亮丽 我喜欢阳光鲜亮丽